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导 五峰变电所69KV的屋外开关厂 使用年限已经长达50年 因此正在进行更新改进计划 而特殊的是,为了充分运用台电现有资产 落实节约成本的观念 台中工电区营运处绞尽脑汁 从全台各单位找来相关材料再生利用 不只节省了超过1亿元的工程经费 更在经济部的工程品质查核上获得历年最高分 堪称工程界的表率 五峰变电所由于设备老旧 从103年开始进行了太旧换新的改建工程 看似单纯的变电所69KV开关厂改建 其实大有玄机 原来这是台电有史以来第一个 利用闲置备品分包完成的开关厂 不但是落实了成本意识 节省一亿多元的经费 也获得了经济部工程品质查核的历年最高分 那我们考量到同胞工程 不符合我们推动成本意识这个概念 所以就由我们经办的同仁 前一程去找 前一程去找这些设备 把它征召来用 它是1994二月制造的 这17倍通通把它做整修 再利用 再生以后 我们拿来这里装 这也可以替公司省下一笔资本支出 降低库存 光是从遍布全省的仓库 找出还能利用的库存品 主办组就已经伤透了脑筋 更别说后续的设备测试 统包变分包的界面整合工作 再在考验着主事者耐心和长久累积的专业知识 而这个工程还必须要在持续送电的情况下 局部断电失作 虽然危险性大幅提升 却一直维持着零公安事故的好成绩 因为我们监护的送电的压力 白天监风用电没办法停电 就要通在离风用电的时候 才有办法将设备停下来 做改接的工作 对公司来讲也是值得 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挑战 我们一个学习的那个 各方面也学习的很多 不管在协调 在人联方面互动 交了很多朋友 近年来台电一直努力的在落实成本意识 希望在工程品质安全无余的前提下 尊杰开支 弥贫亏损 物丰变店所开关厂的更新工程 就是一个充分利用闲置库存 给予他们新生命的最佳典范 台电公司台中报道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